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最近,Blackpink里面的两位成员,精致妮和精致秀,放出了两位在最近拍摄的杂志大片。 可以看得出来,两位这一次在拍摄大片走的是两种非常不一样的风格。 两个人都十分的有自己的个人特色,虽然这一次拍摄的大片展现的风格不一样。 但是两个人的这一组照片放出来之后,还是有非常多的网友,十分的喜爱的。 毕竟作为韩国女团,这两年的女团Top,Blackpink这一个组合,也确实在国际上面,有非常高的人气。 四个成员这两年在国内外,也获得了很多的粉丝。 精致妮作为这一个组合里面的官方,认定Ace在前两年,就推出了自己的个人solo单曲solo。 这也是这一个组合里面的四位成员,第一个推出solo歌曲的。 这一个单曲,在登录各大音乐网站之后的成绩,也确实是非常的不错。 精致妮在打歌舞台上面,也确实是非常的优秀。 在前一段时间Blackpink因为疫情原因而举办的线上演唱会,精致妮也是改编了solo的表演版本,给我们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性感舞台,获得了很多网友的喜爱。 精致妮在韩国娱乐圈里面的人气非常的高,可塑性也是非常的强。 非常优越的面孔,加上非常强大的实力,也断定了她会在偶像这一方面做得非常的优秀。 而这一个组合里面的另一位成员精致妮,作为这一个组合出道时候的认定门面,在长相上面确实是非常的优秀。 如果说其他三位成员在韩国出道之后的长相,还是获得了非常多的争议的话,精致妮足以算得上是这一个组合里面颜值最高的一个了。 但是因为她非常高的颜值,也有很多的网友忽略了她非常强劲的实力。 在这一段时间,精致妮作为演员即将出道拍摄的首部电视剧,也在非常紧密的拍摄当中。 很多的网友还是非常期待她作为演员出道的首部作品。 而这一个团体在这两年在韩国,以及在国际上面越来越高的人气,很多的网友对他们产生了非常大的议论。 很多的网友认为这一个女团在国际上面如此之火,完全是因为这四个成员的个人能力都是非常的强。 而这一个组合在最开始出道的时候,就有非常多的网友表示,这一个团体里面虽然只有一个官方认定的ACE, 但是每一个团员拿出来都可以吊打同期出道的任何一个女偶像。 这样的配置很难在国内火不起来吧。 再加上,在刚出道的时候,这一个组合里面的四位成员翻跳的,来自国际上面,能力非常优秀的红房子编舞团队,一起合跳的舞蹈臂。 It better have my money,在国内外都获得了非常多网友的关注。 这样的实力,也造就了现在的他们。 你更喜欢这一个团体里面的谁呢? And 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